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8日20点53分联合报记者毛婉婷及时报道夏浦中遭到严防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开赛打出好的开局的金九队,却挡不住球队自身发生过多失误的情况,瞎上最后两分钟内杨江夏浦沃尔特夏浦接连三波攻击位 或,反让蒲元对杨江强三奥兰多约翰逊百进超前分,最终蒲元以77比73击败金九,取得4连胜,而金九则苦吞5连败,下半季四战仍未尝胜过 金九一开赛打得强势,一波15比2的攻势打得未免均晕头转向,不过蒲元很快回稳,现在首截结束追到一分差,半场打完反倒取得41比36领先 第三截金九回进23点18分 攻势,将比分搬成59平,全胜截金九在关键时刻又出现状况,夏浦连续三波攻势都失手,反让强森在中场前一分18秒摆进2分 之后陈坚恩四罚聚中,也替球队锁助胜过 蒲元下半季脱胎换骨,迅六战取得5胜,此一攻下全场最高分26分,18篮板,4主攻,6抄截的强森扮演球队制胜功臣 克服开局的大比分落后,未免均此一展现韧性,也让蒲元主帅麦班达赛后职 估球队进步很多,要是前一,两个月的球队,在这情况下早就输了 今天就是靠大家团结起来找办法,解决问题,才能拿下胜利 而对于另名杨江凯尔凯尔·麦尔金天一伤紧上场12分钟,对于他的伤势状况,麦班达坦言还是不太行,不过也没有因此更换杨江的打算 金九则虽靠住夏普与苏毅进分别拿下24、18分,不过球队在关键时刻发生过多失误,也让他们遭到逆转,新九执行教练吴俊 熊说,在连败的情况下大家压力都很大,虽然结果是输球,但状况有比前级场好,要走出这波连败还是要靠自己走出来 强森攻下26分,18篮板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苏毅进右脚18分,6篮板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夏普左攻下金九最高的24分,20篮板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只要5秒多功能运动手环,限量运动包,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列印 1 2 3 5 6 5 6 6 7 7 5 7 7